夺权之地 秦始皇是庄香王之子 母亲本是吕不韦姬妾 被送给庄香王后生下他 取名正 13岁时父亲去世接替皇位 当时秦国已兼并各地 但嬴政年纪尚小 所有事务都有大权处理 嬴政继位后 母亲被奉为王太后 但他长期与吕不韦保持爱没关系 后入宠爱烙矮 封他为长信侯 拥有至高权势 前238年 嬴政成年加官 发现王太后同烙矮私通 生下两个儿子 烙矮担心所幸起兵造反 秦始皇调兵对抗 牵连人数众多 后趁机罢免吕不韦官位 终于拿回自己的权利 秦始皇兼并六国 统一天下 召见丞相各御史 询问帝王名号 众人商议之后定为史皇帝 之后以数字顺序排列 二是三是乃至无穷 用苛刻手段管理民众 实行残酷的刑罚 治国大业就此开始 秦始皇少年丧父 却用一人重新掌权 足见其能力